我們跟各位講了冷制定律 你的簡單的技法叫做 想孩子不讓他來 要求不讓他走 接著我們就要當各位做一下練習 這個練習就是考試會考的題目 我給你這個狀況 請你告訴我 我的電流怎麼流 我產生什麼磁疾 這裡有一個我之前忘了跟各位講的 減流劑的偏短方向 台灣的國中教的是 減流劑會偏向電流流的那一邊 也就是偏向正極的那一邊 電流如果從左流向右邊 減流劑偏左 電流如果由右流向左邊 減流劑會偏右 偏偏右 那麼請你要注意 這總共會有八種變化 你的線圈道法有兩種 N進去N出來 X進去N出來 總共有四種 所以總共有八種變化 當然結果只有兩種 結果只有兩種 變流由左流到右 或是由右 流到左 但變化有八種 你要能夠理解我們怎麼做的 這不是靠紙背的 不是靠紙背 也不是靠亂猜的 不是要亂猜的 要注意線圈怎麼到 答案會不一樣 OK 來 我們線圈這樣子到 有個N靠過來 那會怎麼樣喔 第一個按照老師教的 想來的不讓他來 對不對 要走就讓他走 N要靠近我 不要趕走他 所以我右邊要升什麼級 N級 我右邊要升N級 擋住他 那請問你根據安培右手 電流怎麼流 會要右邊升N 安培右手拿出來大拇指是N級 所以大拇指要朝哪裡 大拇指要朝右 所以這樣子比 不發現電流這樣子流 面對我朝下這樣子流 那請問你電流是由右流向左 還是由左流向右 由右邊流向左邊 所以簡陋指偏哪邊 減流器會偏右 所以減流器向右偏轉 這就是N靠近來 那現在改成如果N要遠離呢 想來的不讓他來 要走的不讓他走 N遠離 要離開我 我叫升什麼 S把他吸回來 所以右邊要長S級 左邊是N級 怎麼樣的電流 左邊會是N級 安培右手定著大拇指朝 左 所以電流就這樣子流 面對我這裡是朝上 這樣轉下來 所以這時候電流方向是由左流到 右邊 所以減流器偏哪一邊 減流器偏 左 所以減流器偏 左 OK 然後 如果改成S靠近來呢 想來的不讓他來 S要靠近我 把他趕走 誰會把他趕走 S 所以右邊要升 S 左邊升N 所以安培右手定著大拇指朝 左 電流這樣子流 電流由左流到右邊 所以減流器偏 右邊 左 左 所以減流器偏左 OK 然後 右 那如果是S遠離 那如果是S遠離呢 S遠離 想走 不讓他走 他把他吸回來 誰把他吸回來 N 所以右邊要升N 右邊升N 怎麼樣的電流 對不起 所以右邊要升 怎麼樣的電流 右邊是N 大拇指要朝 右 這樣子 所以電流方向 由右流到左邊 所以減流器偏 右 這就是會考的題目 問你左邊是N加S級 問你電流什麼流法 減流器偏左還是偏右 不要偏右 那就是這樣子的解決掉 OK 這裡有一個影片要穿不過的圈 他會拿一個叫做普通的木頭 木頭吧 會把鞋 就可以穿過去 然後再來一個石棒 看到他靠近的時候會被推走 離開的時候被吸過來 想來就不讓他來 要走就不讓他走 他慢慢的弄 因為實際上感應不可能完全抵掉 所以他如果很用力 他還是會穿過去的 他還是會穿過去的 好 這要是一個鉛筆可以穿過去 沒有問題 木頭 沒推直進入直 然後再拿一個磁鐵 靠近的時候要排斥 所以推走 想來就不讓他來 拿走的時候要走 不讓他走就吸 OK 這就是跟各位講冷視定律 想來就不讓他來 要走就不讓他走 那麼 考試的時候還有考這種的 就有一些題目很簡單 你就會知道他應該是 只剩N級還S級 有人問的是順時鐘還逆時鐘 這我們教過了 我們跟你講過 你如果看到N級是什麼時鐘 我們教過了 寫字就會來 記得嗎 寫字就會了 你看到N級什麼時鐘 逆時鐘 你看到S級什麼時鐘 順時鐘 所以有人考試就問你 我NX進去 你看到的是順時鐘逆時鐘 NX進去 他要生個N擋我 那你就擋了 就知道電流是逆時鐘 所以有人問順時鐘逆時鐘 有人問S級還是N級 這是一個簡單的判別方式 我們前面教過了 我們前面講過的方式 OK嗎 OK OK